作为地表最强军事组织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中国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个始创与冷战时期坏事做尽的邪恶团体 在中国人眼里一直都是个头顶掌窗,脚底流浓的形象 这几十年来,南联盟,伊拉克,阿富汗,甚至是如今的俄乌战争 其背后都少不了这个军事团伙的影子 在我们的印象里,中国与北约之间似乎一直都是半敌对的关系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1980年的时候 北约甚至不惜倒贴嫁妆,也要邀请中国加入 但却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被当时的中国政府言辞拒绝了 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们为什么要白白错过呢? 要弄清楚这件事情,还得交代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七十年代是冷战时期,所谓的苏公没守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苏联的扩张态势咄咄逼人 之后在石油危机的助推下,苏联国力达到巅峰 反观美国,那情况可就落魄多了 这一时期经过战后20年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盟友日本和西欧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有摆脱老大另立门户的想法 而与此同时,美国自身也是问题不断 首先是各种扯种族问题此起彼伏 国内种族撕裂情况异常严重 然后是深险越战这个大泥潭里难以抽身 更可怕的是,由于连年累月的战争 导致美国的军费开始急剧增加 为了填补这个黑窟窿 美国大规模发行美元 那时美国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 美元是与黄金直接挂钩的 所以美元要有另外一个称谓叫做美金 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 手上有多少黄金才能发行多少美元 可现在美元发行量超标,黄金数量却没有变化 这就给了有心之人蠢蠢欲动的机会 这个有心之人就是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 当时戴高乐带领一众欧洲国家 用国际贸易赚来的美元 在美国疯狂兑换黄金 最后成功击垮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逼迫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0年 不得不厚着脸皮宣布美元从此与黄金脱钩 以前的话不算数了 这次赖仗的后果是很严重的 美国直接发生了长达十年的大滞涨 经济发展停止不前 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以至于在国际斗争中力不从心 被苏联压制的只有招架之功 没有还手之力 在这种背景下 联合中国抗击苏联 就成了当时美国的最优战律选择 所以才有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事情 1979年年末 苏联入侵阿富汗 由此迎来了 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可是 我们之所以认为这是转折点 是因为我们从事后 诸葛亮的态度 去回顾这段历史的出来的 如果你活在当时 你绝对不会认为 那是苏联由胜转衰的转折点 而会觉得 那是苏联的巅峰时刻 所以 这个所谓的转折点 并没有让美国高层松一口气 反而让他们更加紧张 而美国总统里根在一年后才上台 自由化改革还没有开始 美国的经济依旧深陷 经济危机的泥潭之中 他们并不知道 1980年是黎明前的黑暗 反而认为这是领冬将至 出于对苏联的恐惧 美国人决定加大对中国的扶持力度 邀请中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并且愿意倒贴 给予武器上的资源 因为一年前的对越滋味反击战 中国就已经向全世界 展露过自己的肌肉了 我们向全世界证明 我们能够干脆利落地收拾掉 连美国都无可奈何的 东南亚刺投越南 这份实力 值得美国人在我们身上加大投资 面对着送上门来的好事 我们为什么要拒绝 美国人的一番美意呢 我们要知道 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国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很多领域都已经落后于世界潮流太多了 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军事装备方面 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加入北约 不仅能够获得来自北约的军事安全保障 还能让我们的武器系统 得到升级换代的机会 追赶上世界水平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两个国家的军事合作紧密 那么它的政治经济关系 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 当时我国已经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 急需外资来划投资 西方国家有我们急缺的资金和技术 如果大家成为了一家人 那这一切将不再是问题啊 我们之所以要拒绝这么优厚的条件 最重要的一个顾虑 就是军队的纯洁性 中美两国虽然当时正处于蜜月期 但是国际上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中美两国合作的基础 是苏联的存在 不 更确切地说 是因为苏联的强大 一旦这种强大消失 那么两国之间合作的基础 将会不复存在 所以两国早晚有一天 是要变成敌人的 因为中国这样的大国 是不可能给任何人当小弟的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敢收下体量这么庞大的国家当小弟 大国之间只能联盟 不能从属 一旦真有翻脸的那一天 那么北约就会成为 扎向我们心脏的毒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军队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是红色政权得以存在的根基 一旦我们加入北约 那么就意味着双方的军队 是要敞开来交流的 这一方面固然可以提高我军的实力 但是这也意味着 美国那些有毒的思想 也会通过军事交流的渠道 渗透进我军官兵的脑海之中 这方面反面例子简直太多了 远的有苏联 当年美苏仅仅保持着外交上的来往 可哪怕是这样 那些苏联的驻西方外交官 全都被洗脑了 比如戈尔巴乔夫 亚夫科列夫 近的就拿咱们中国举例吧 这几十年来 我们加入世贸组织 融入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体系 结果西方那些有毒思想涌向我国 生出了一大批为西方利益代言的公知 这帮人的危害到今天都还没有肃清 要是让他们渗透到军队里去 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所以说 当年邓小平为一代领导人 没有为了一点眼前的利益 要向美国这口香喷喷的诱饵 真的是深谋远虑啊 第二个原因 则是为了不过度地刺激到苏联 给美国人当枪使 其实整个冷战时期 苏联所最忌惮的并不是美国 而是我们 自1960年双方反目之后 苏联就在我国边境 屯兵百万严真以待 这种级别的待遇 就连号称冷战前线的西欧都没有 苏联人为什么要对自己曾经的同志加战友 出手这么狠呢 这是因为中国的存在 严重威胁了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苏联的主体部分都在欧洲 而远东地区则地广任息 而且这些人口中大多都还是少数民族 俄罗斯族占比极少 苏联要维持自己地区的统治 就要从欧洲地区 源源不断地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 调运资源过来 而从我国出发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的 任何一个节点 这中间既没有什么坚固的军事堡垒 也没有什么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都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 我们用机械化部队去攻打苏联 可谓是朝发夕制啊 苏联的大多数矿产资源 都集中在这些地区 如果失去了西伯利亚 这对于苏联国力的损伤是致命的 更可怕的是 一旦失去了西伯利亚 苏联连收回的可能性都没有 因为苏联维持这一地区的统治 仅仅只依靠一条单薄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这条大动脉一旦被切断 苏联就算有力也使不出来 所以冷战期间 苏联在我国边境屯兵百万 并不是要吓唬我们 相反 他是在害怕我们 1969年的时候 珍宝岛事件爆发 伯利日涅夫反应激烈 叫嚣要用核武器炸我们 他当时不仅是嘴上这么说 还正准备这么干 要不是当时毛主席 用了一个偷家政策震慑住他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仅仅因为这件事 伯利日涅夫的反应都这么激烈 要是中国加入北约 我们有理由相信 苏联会不惜代价先发之人 对我们进行和打击 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有疑问 如果我国有意加入北约 苏联又对我国进行和威慑 难道就不怕跟美国开战吗 这就要请泽连斯基出来现身说法了 大家可曾记得 就在去年 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怂恿下 泽连斯基像打了鸡血一样 声称要加入北约 结果此举彻底惹怒了普京 普京悍然出兵 发动俄乌战争 结果呢 乌克兰加入北约了吗 没有 乌克兰非但没有加入 心心念念的北约 还被人家摁在地上 暴打到了现在 这种情况 同样可以适用于当时的中国 只要中国点头 美国方面马上就会放出风声 中国有意愿加入北约 届时 中国必将迎来苏联的暴击 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北约呢 美国完全有理由拒绝出兵相助 到时候 中国就会像今天的乌克兰一样 一笑大方 国家崛起的进程被打断 处理堆死亡数据 什么都不会得到 第三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名义上 是所有北约国家一起说了算 但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一言堂 一旦我们加入了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那么美国人的诏书 你接还事不接 你要是接了那肯定得损害自己的国家利益 被美国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你要是不接 那你就是破坏组织团结的罪魁祸首 美国人完全可以名正言顺地收拾你 到时候你连个道德制高点都没有 就问你难受不难受 相反 拒绝加入北约 与美国保持现有的半联盟关系 既可以起到对抗苏联的作用 同时也能保证自家的外交灵活性 不会被美国人束缚手脚 加入北约之后 我们将再无与美国掰手腕的可能 中国是个有雄心的大国 自建国以后 就从来不甘屈服于美苏两国 虽然当时并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的概念 但是带领中国光复祖先的荣耀 这几乎是刻在每一任中国领导人DNA里头的东西 这就要求我们的国家 在国际上必须以起手的角色出现 而绝不是小弟或者跟班 因为在国际政治中 若国都是喜欢依附于强者的 你都当了人家的小弟了 那大家还有什么必要去依附于你呢 你想想 有谁会去依附日本 韩国这样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 北约这样的组织 基本上是把以强凌弱这四个字写在头上的 如果加入北约 那么以后他干的坏事 肯定会有中国的一份 这么干 对我们的国际形象影响太坏了 西方发达国家 基本上都是美国的自己人 我们能争取的只有第三世界 这是建国后就确立的外交方针 直到今天都没变 所以我们不厌其烦地说 和平学起 永不争霸 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如果没有穷兄弟们的相助 中国就算玩出花来 也是不可能超越美国的 更别谈民族复兴了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的道理不复杂吧 如果加入北约 那就成了黑社会成员了 你再说自己是守法良民 人家就不信了 2008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就提出过一个G2的想法 说是要与中国共治天下 结果中国也没有搭理它 道理跟当年加入北约是一样的 你自称黑社会的老大 并不会让你的追随者增加 反而会让大家对你敬而远之 何必呢 所以加入北约 虽然有一时的好处 但坏处却是疑惑无穷的 感谢观看